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秦岭多学科综合科考 科研团队以无人机加热成像的组合技术 实现了对金丝猴的数量统计 川金丝猴是秦岭的标志性物种 也是世界级珍稀物种 对于川金丝猴的监测调查 是秦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由于川金丝猴生活在人际罕至的深山密林 且常年在树冠活动 用传统的红外相机 既无法实现对川金丝猴的个体识别 更无法实现对他们种群数量的监测统计 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 科研人员另辟蹊径 独创了一套对金丝猴种群进行探测 而不是监测的工具 热成像航拍设备 对这个现在就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的宝贝 我们拿它来进行野生动物的探测 这个就是改变了一种 我们过去传统的走到山地林区里面 然后呢 要拿眼睛看到动物 这样一种形态了 探测金丝猴种群数量的最佳时间点 是深夜时分 白天分散觅食的金丝猴 到晚上会以家庭为单位聚集过夜 此时就是探测的好时机 展示在我们面前的 便是热成像航拍设备拍摄下的 深夜秦岭山林 仅能看出轮廓的移动小红点 就是科研人员的探测目标 穿金丝猴 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一段拍摄的 就是夜晚 用热成像无人机 然后拍摄的猴子的一个视频的记录 应该是 这首先是一片山 对吧 它有坡度 然后呢 这些小红点 有秩序的小红点 而且在跳跃的小红点 就是我们的调查目标 穿金丝猴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红点进行计数 最后得到一个群的准确的结果 然而 同一片森林中 不但有各种半生的动物邻居 而且很多都有夜间活动的习惯 是否能精准区分出来金丝猴呢 动物当同处在一个视角下的时候 可能会重复 但是实际上往往来说 像这种成群的动物 它整体 我们能看到移动 它的移动的姿态 是辨识 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 它的这种成群的这样一种特点 也会让我们知道 这是猴子 据了解 科研人员经历多次论证和实验 尝试多种技术组合 最终决定 以热成像和无人机的组合 来进行穿金丝猴的数量统计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长青分局的三个实验区域内 不但首次准确统计出 全域的金丝猴数量 其中的部分猴群 还属首次发现 实际上是完成了对每一片区域的扫描 和视频记录 然后发现了八圈猴子 然后总共是502只